我知道你们都想吃 但是只有一份 大家有点谦让 这样阿姨出一道鸡好不好 谁答对了 谁吃 不会不会 你答对了 就你吃 你还会抢答了 阿姨的这道鸡就是 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山上煮鸡蛋 鸡蛋会不会熟 答案就是不会 你答对了 很多影视剧里面 都存在霸道总裁这样的人物 但是能够得到观众们满意 和认可的却特别少 这种角色 其实很多类型的影视剧里面都需要 不论是现代感情剧 或者是武侠类型的作品 都需要这样的角色 然而 有的演员 却把这类角色演得不是很好 因此才得不到人们的认可 不管是黄晓明还是杨硕 都被人们质疑过 很多人甚至将几位 演不好这种类型的演员 称呼为油腻男星 一些网友曾经总结过他们的特点 之所以演不好 霸道总裁这种角色 就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观念 认为面谈看起来就酷 而他们所谓的个性 在很多观众眼里 只不过是矫情而已 很多人甚至吐槽 看他们的脸就感觉 好像他们脸上 写着自己最帅一样 殊不知在很多人的心中 却只是油腻 由于出演这种类型的角色 总是讨不到观众们的欢心 因此很多演员 现在都不想演这种角色了 因为有前车之鉴 不过这一方面 也有做得很好的演员 这个人的名字 很多人也都听说过 他就是王耀庆 他演过不少霸道总裁 类型的角色 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 是不让观众满意的 这种类型的角色 其实他已经演了 不低于十年了 最近他也演了不少电视剧 而且他出现在 大家面前的时候 都穿着一套西装 站得笔直笔直的 而他的发型也非常挺拔 就算是风吹过来 都不会乱 很多人说 一看到他就感觉 精英总裁出现了 还有一些人说 王耀庆太亮眼了 其他人在他的身边 看起来如同部门经理一样 从这一方面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王耀庆的演技有多么精湛 他现在已经46岁了 事业变得越来越好 不仅仅有很多新的作品 出现在屏幕上 还有很多综艺节目 也在邀请他参加 人们对他了解 变得更多了 其实生活里面 他就像豆比一样 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很多人说 他之所以演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自己的家里条件好 不过 对于这种说法 他却说自己家里没有钱 很多粉丝对此也是进行了调侃 说他的人设已经崩塌了 甚至有些粉丝说 王耀庆可以是渣男 但是绝对不能穷 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他能不能穷 我上边 他能不能穷 他不能穷 他能穷 他能穷